各位曉晨 歡迎收睇9月1日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天陽光不錯 不過留意也要帶一把雨傘 早上從維港看出 可以見到雲量比較少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就可以見到 其實華南沿岸地區 受到一股微弱的東北季流風水影響 另一方面 在台灣以東海 就有一個相當廣闊的雲團 這就是超強颱風軒南落 我們預料的軒南落 未來兩天都會在台灣以東的海域隔 跟它相關一些下沉氣流 就為周末為我們帶來一些酷熱的天氣 留意一下雖然早上來講 維港地區的雲量不是太多 但也要留意日間可能有些高溫足法的雷雨 所以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最好都是帶回馬車 接著就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會有幾陣驟雨和雷暴 日間各地區的雨勢就會比較大 天氣就是嚴熱 市區的最高氣溫大約是32度 深格就會再高於2度 部份地區就會有煙霞 風方面就會出輕微至和活的偏北風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受到乾燥的大陸氣流 和軒南落外圍的下沉氣流影響 周末期間的天氣都會是乾燥和酷熱 所以看回節目方面 我們預測未來兩三天都會大致天晴 日間就是乾燥和酷熱 不過留意星期五的初市 仍然會有這罩雨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